好 在这一边呢 他就有三角形abc 然后ab是x ac是3x 然后他的角a是150度 我们就想象一下 我在这一边我有一个三角形 然后他的角a是150度 然后在这一边 他这一个是150度 角a150度 然后我的ab是x 我的ac是3x 所以我的b可能是在这一边 我的c是在这一边 ok 然后就是讲他是他的三倍 然后他说 find the area of triangle when x等于4 so我的x等于4的时候 我要找他area的话呢 他这一个是4 这一个是3x4x12 所以他area是120abc 120abc 1204 12 sine 150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0.5x4x0.5x4x12 sine 150 然后我们打到的就会是等于这个slock 所以他答案是12cm² 然后他说X increase at the rate of 0.5cm per second 所以这一句话呢代表的是DXDT会是等于0.5cm per second 然后他要的是什么 题目要的是rate of change of area 就是DADT当X等于4 so我们在这一边我的这个area的话呢 他就102ab sinc 102x 3x 然后sin 150度 而sin 150呢 其实是1分之1来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他这个会变成1分之1 不要直接3分2x2再乘1分之1 所以我的area呢会是3分4x2 我的area等于3分4x2的时候我在这一边我就可以找他的DADX DADX就会是3分2x OK因为我把2乘上去然后4分2月 然后在这一边题目要的是DADT OK SO DADT你跟他拆开 然后他们之间连贯的东西是DX DXDT是0.5 DADT是3分2x 然后这个是0.5 OK 所以他这个会变成3分4x 然后我的DADT当X等于4的时候 会是等于3分4x4等于3 Area Cm² per second 上面也要写正确 好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过 rek路用4x3分4 10 还是35亿5